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出了两张照片 并在配文中写道 开心的相聚 感恩所有美好的相聚 第一张照片中是该网友与桃红的合照 桃红化着淡妆 披着长发 穿着白色上衣配蓝色牛仔裤 打扮相当低调土素 他微笑着看镜头 气质超好特别的漂亮 第二张照片是一张大合照 这片中徐征一家三口罕见同框 徐征的女儿徐小宝正面也被意外曝光 看起来跟妈妈桃红色像 徐征戴着一顶草帽 穿着黑色针织衫 站在桃红旁边 桃红身体靠在沙巴上 贴着穿红色衣服的女儿 徐小宝穿着红色卫衣 配黑色运动裤 脚踩拖鞋 一双红色袜子十分抢劲 顽皮的他 还对着镜头嘟嘴卖萌 逼剪刀手 真 他很活泼可爱 网友们看到照片后 也在评论区询问晒照者和桃红是什么关系 在照者回复称就是徐征一家 小编查询了这名晒照者的资料 发现他填写毒素在地势在海南临水 不过这扫视频并非最近几天发表 而是在1月31日更新的 当时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在聚会时 才都没有佩戴口罩 看来 徐婷应该带着全家人 到三亚去过年了 去年12月 桃红带着女儿徐小宝 在生机场被拍到 小编找到了当时的照片 与合照中的徐小宝做了对比 两人发型一致 身材一致 就连腿上的裤子的花纹都极为相似 可见 合照里的确是他本人无疑 徐婷对徐小宝非常宠爱 1月22日 有网友在上海偶遇到了徐婷 陪着妻女逛街 当时徐婷桃红都戴着口罩 徐婷桃红都戴着口罩 徐小宝对一家店铺的裙子 兴致托大 一直在店中选购 徐真也相当有耐心 不仅帮女儿一起擦 常选择款式 才帮女儿拿衣服 真的是妇爱满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